今天我們很榮幸邀請到 我們的核桃市市長 秦市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你這邊有很多問題 現在有很多年輕人 對於現在這個議題 還有各方面他們其實是充滿報復的 如果想參政的話 如果像說對於做市長 對於做什麼國會議員 州議員 州議會這些東西 他們有報復的話 他們要怎麼開始 對我想這個就跟你包裝你自己一樣 你當然就是說 你看到很多選舉人 他們很會包裝 當然你要share marketing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要一個最初的 你要做這個事情的一個根基 這根基什麼 對我來講是因為主的關係 有這種信仰 那麼這樣子的話 你在整個過程之中 當然會比較順利一點 你還是要有非常多的努力 而且說你到了這個地方 因為有主在你心裡面的話 比較不容易呢 變歪掉 我有看到很多在政界上的朋友 得到這個位置以後呢 常常有些人 他有當初有一個很好的理想 都被破壞掉 因為這個真的是一個大染缸 比如說金錢啊 美色啊 種種這些利益也好 會把一個人就是說 帶壞了 所以我希望呢 大家如果說要參政的話 最好要先找到主 心中要有一個很強的力量 信仰 所以說政治是一個 會讓人越變越壞的一個環境 還是會讓人越變越好的一個環境 我相信兩個都會有 但是變壞的人 如果說你沒有很 跟主有很生命的關係的話 變壞的機會很大 像我們就是說 上任以後呢 當然很多人會邀請我們 參加一些活動 活動的話 當然就是VIP 請吃飯 很多時候在加州呢 我第一次參加一個比較重大會議的時候 在十年前的時候呢 他是請我們去 當然他是以開會來做 作為這個名目啊 那去那邊的話 當然很多人他不見得開會 因為沒有人可以約束你開不開會 當然他們就會邀請去打高爾夫球啊 吃美食啊 就等於是一個給你一個很 一個豪華的一個度假 這種這種都有的 那麼常常就可能會有人會 就覺得這是一個福利 但實際上並不是如此 我們就是說得到這個的話 並不是 我認為不是一個個人的榮耀 或是一個個人的一個 一個personal achievement 或是benefit 就是我們應該有享有的 因為這些都是市民 就是民眾的名指名高 我們要對這個事情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而且要非常的負責任 所以呢在我們城市裡面 我們呢對每個稅收 我們到現在呢 有超過100%的儲蓄基金 也都是我們對這個事情 比較謹慎 Yeah 就是一個 就像公司會賺錢一樣 就是你對於錢比較在乎的話 你的公司就會賺錢 一個城市應該也是一樣 就是你的城市 如果有好好的管理這些錢的話 應該就會賺錢 照道理講應該是這個樣子 是的 因為在市議員的話 跟市長權力的 如果說說大的話 真的可以很大 因為在幾個人的很短的開會之中 如果說我們決定 要做一個重大開發案 甚至土地的這個改革 在你整個住宅附近 是不是我們一開會以後呢 他馬上就可以做這個決定 那這樣的話 對整個經濟 跟整個社區的影響 就非常的重大 甚至有一些 一些法案 會影響到每個家庭的 或說以後我們怎麼支出 對整個支出 就是說財政上 都是非常影響重大的 所以說呢 你開始看到很多城市 它道路坑洞 它沒有辦法 它沒有更多的經費來做 但是你看 他們的福利 員工福利 一般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們對每個事情上 真的要很用心 要很負責任 那過去你在市長的經歷當中 你做了些什麼東西 來改變了這個核桃市 然後讓它變得更好 然後可以幫助到 你在國會裡面做的決定 是 在十年當中呢 我曾經三次選舉 三次選舉各都有承諾 在經濟上 在整個社區的住宅上 在環境上 在安全上 我都有做過一些承諾 那麼在這些承諾之中呢 很慶幸的就是 由我們團隊的幫忙 每一個也都達到了 當然我認為 除了有些理想化 一些比較理想化之外 我們還是要回歸到最基本 沒有一個安全的環境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生活 所以安全 教育是我們下一代 非常重要 跟我們的經濟 所以我想這些議題上 在國會裡面的話 它是沒有爭議的 所以我認為 在兩黨達成一些 就是說共識的話 是比較容易 當然有一些比較長期的計畫 所以我們短期 中期長期的計畫都有的 有些比較理想化的 這些計畫呢 是需要一點時間來達成 就像在我們城市裡面呢 我花了四年半時間 來達成了 就是說讓市長 市議員有任期制的 但這個任期制這個議題呢 對其他的市議員 可能是一個比較不利的 因為他們任期到 他必須下台 不能再重新再參選 這個議題的話 我相信我在國會裡面 我會想辦法去做一個推動 因為我認為在說 如果是沒有推動的話 就會變成現在 常常有些議員 聽不到市民的聲音 也可能早知說 做久了以後 會有一個 怎麼說 有些可能 有些腐敗的情形吧 是是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有很多這個議題的問題 想要問你 然後是你可以 告訴我們的觀眾 你對於這些議題上面的看法 因為 其實我們現在 要改變的就是一個文化 然後要改變的就是一個世代 所以說 像你對於犯罪率 現在 全美 民主黨控制的程式 就全部飆高 你對於這個東西是什麼看法 是的 實際上他們 為什麼會達成今天的目的 就是 它不是一天發生的 它是有一個計劃 有一個系統 慢慢慢慢的 才做成今天這個局面 我是認為 這麼說 社會的資源 如果是 你是一個受害者的話 我看過很多受害者 你將得不到一個公共的資源 你看一個犯罪分子 對不對 從犯罪開始 他是不是對他很中容 尤其在加州 在很多全美國大城市 這是鼓勵他們犯罪 然後他被抓到以後呢 他的判罪除了清或是不判 然後呢 可能他們會有免費的這個律師 來幫他們來做辯護 那在監獄裡面 他們待遇其實也不太差 對不對 但是 有這麼多資源給他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到受害人 有沒有一個公眾資源給他 比如說你被搶了一萬塊 請問你 你受到什麼樣的保護沒有 有沒有什麼資源給你 對不對 而且我常常看到就是說 如果說你家裡面 有些人不信 因為這個東西受傷了 或去世了 在這個犯罪過程中 你反而更會受到二次三次的傷害 那像說我打個比方 950塊打打搶 算輕罪的這個東西 是州的法律 那你身為市長 你可以做什麼事情 來說這個在我們核桃市 就是警察可以控制的 因為這個事情是因為州法 他已經超過我們的市法 所以在我們市裡面呢 我們就是在 這也是我推動的一個法案 我們有裝了一套高清的攝像系統 這套系統 跟全國的犯罪系統有連結 所以一台車子 他如果是經過犯罪了 他們跑到我們城市裡面來的話 我們警察局大概幾秒鐘就知道了 然後這個訊息在10秒鐘之內 就會傳載到 所有的警察車的這個巡邏車裡面 這樣子的話 他是長期犯罪這些人呢 他知道我們有這種系統呢 他來的意願就比較降低 當然我們還需要就是說 縣的檢察官的對他們的起訴跟州 但是到了國會以後呢 其實國會他的職權是蠻大的 如果是一般有經濟犯罪 或是幫派的犯罪問題的話 聯邦他是由法律能夠來制裁 能夠來起訴 像最近呢 在前兩年之中 因為這就是說 亞裔受害這個情形的發生 在兩年前呢 在我們那個城市附近有一個案件 這個縣檢察官他不辦 結果想不到兩年以後 是聯邦的檢察官他出手就辦了這個案子 所以我希望呢 在聯邦上呢 我希望再立一些法 能夠讓我們所有的人更安全些 OK 那你對於槍支的看法是什麼 現在這個槍支的問題 左派說他們就要 Federal Gun Registry各方面的 然後呢 右派則是說 槍支管理其實越少越好 因為你這樣子你管理越多的話 就會導致好人沒辦法拿到槍來保護自己 你對於槍支的看法是什麼 對 對槍支這個事情呢 這個是稍微是比較複雜一點 但是我是個人的看法 每個人都有保護自己的權益 在最近我們河濤市發生一個 比較重大的刑案 就是說有人呢 在半夜呢 幾個搶匪 然後就闖到一個家裡面 結果好險這個家的主人裡面呢 他有槍 那就跟這個 這個劫匪呢 能夠交火 那這個主人呢 也能夠保護他們自己 試想 如果說你沒有辦法保護自己的話 這些槍匪過去 在半夜裡警察不可能這麼快到 那警匪又有帶這個槍支 壞人總是會拿到槍支 就算你立了所有的法 壞人都會拿到槍支的 你這樣手無寸底的話 警察沒辦法到 請問你怎麼保護自己 尤其是他們又不辦案 把這些眾人這些罪犯放出來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都有權利保護自己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合理的話 的槍支能夠保護自己 我認為是很有必要的 OK 像是我們AR-15 你覺得大家都可以有嗎 還是 我認為壞人呢 跟心裡面不健全的人 不應該有這些槍支 嗯 那麼對於現在的很多文化的改變 像說什麼變性啊 還有墮胎啊 對於這些議題 你有什麼特別的看法嗎 對我對這個事情呢 感覺的非常的深切 嗯 在加州州政府現在推一個法案 叫做AB2223 眾議院法案2223號 2223法案 我相信可能有些人對這個很熟識 這個法案就是說呢 啊 我看過這整個法案 噁心到心情沒辦法平復 他這個法案是說小孩子出生以後 在一段時間之內 啊 父母可以用任何方法 這個小孩子如果去世 或是你不想要以後呢 他不受到法律的制裁 刑事或是民事的 嗯 28天我記得沒錯 對 可能還會更長 因為他的法律在這個上面 見解並不一樣 噢 但是這個是一個小孩子已經出生了 對 試問你 如果說現在呢 你把這個小孩子做成一個動物 如果是狗或貓 他出生後 你去虐待他讓這個這個貓狗 啊 如果說啊 可以把他就是說 讓他死亡的話 請問你是不是第二天 可能就有人衝到你家門口 來跟你抗議 甚至法律都不容許 對啊 那麼為什麼把人命看得這麼輕呢 像這些法案 我認為這些事情呢 大家要把這個根源要想清楚 根源想清楚 為什麼會要做這些法案 道理何在 誰受益 誰受害 我們有職權對 我們有義務 對每一個人都要受到保護 所以呢 在整個這個過程之中 當然我不建議 因為小孩子 心智還不成熟的時候 對他灌輸這種不正當的性教育 就是說讓他能夠做一些 性別的這個交換 可是他們做些 常常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比如說他們做這個手術 在他心裡不健全的時候 他們以後 將沒有辦法恢復 對 對 所以我認為這些事情的時候 應該能夠讓父母 能夠有更多的權力 而不是當權者 來自接法案 來鼓勵他們做這些事 我覺得很奇怪 左派會認為說 小孩18歲 20歲都不應該要有槍支 因為他們腦子不健全 但是他們卻5歲的時候 就可以選擇自己性別 這是我覺得非常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 還有我再加強一點 如果在他不成年的時候 他做了這些事情 誰要負責 對 父母要負責對吧 那為什麼要父母負責的時候 父母反而沒有這種干預權 這個是一個非常對我來講 不理解的這個 這個法律互相衝突的地方 加州移民特別多 我們都是移民 然後我們都是從其他國家來的 那非法移民也很嚴重 你對於移民的看法 還有對於非法移民的看法 可不可以幫我們講解一下 是的 有些時候他們看這個問題 他很簡單的就是人 這個移民的這個問題 但實際上並不是完全如此 有些時候你會把它看成一個社會的治安問題 是 因為在這些人過來之中 有很多人可能是他本身是犯過罪的 或是說他會帶一些毒品 或是人口走失這種問題 如果說你把它想成一個安全問題 我相信沒有一個人會把家的大門打開 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進出 沒有人會這麼做 對吧 如果是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是不是可以把國家也看成一樣的 就是說你進來的人我們必須呢 當然合法的移民我們很歡迎 對不對 非法移民的話 到一個程度這整個社會 將會沒有辦法支撐 會敗 所以大門沒有辦法永遠的開 因為我們在社會 社業資源的話就只有這麼多 你越多人來的話 這個社會資源會越來越少 並不是我們對這些人呢 沒有愛心我們有的 但是幫助他們最好的方法 不是讓他們一股腦的全部到這邊來 而是在他們的家鄉裡面 我認為要對他們造出一些照顧 或是說能夠讓他們就業 把他們環境變好以後呢 那每個地方就會變得更好 而不一定說一定要到美國來 我認為是這個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幫助他們在那邊創業 都比他們在這個地方當二次等公民好 另外我覺得說像移民這個問題啊 非法移民 然後別人會說他們很可憐 然後什麼在那邊找不到工作之類的 然後我們這些人 如果說不幫助他們讓他們來的話 就會就好像在歧視他們 但其實我們真的就是覺得說 我們都是合法來的 為什麼你不能合法來 為什麼你們這些人要透過非法的模式來 這個樣子的話 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践踏 對所有的合法過來的人 你覺得呢 在美國的歷史之中呢 我們也看到 我們已經有非常多的法律是保護 真正需要那個 需要受保護的人來 比如說是政治皮膚之類的 受破壞的皮膚 我們都有這種這種圖景 那麼來的人之中呢 我認為要需要一些篩檢 要不然的話就像我剛剛提到一下 人他不但進來的時候 這個社會將會 將會沒有辦法支撐下去 身為父母還有身為年輕人 我們還在乎的很重要一個議題就是 現在很多各大城市 毒品在合法化 然後很多原本是危險的毒品 現在他們還見吸毒所各方面的 你對於這些看法 你對於這個議題有什麼看法 對這個議題對我來講也是非常深切的 我們把這個議題 可能可以分成兩部分來說 第一個就是說現在如果說 你看到無家可歸的 這種遊民的問題 很多時候呢 他也是因為呢 尤其在洛杉磯縣 根據那個陷阱局的調查 70%的遊民之中呢 他有一部分是有精神問題 但是有更大的一部分 是因為他有酒飲跟毒飲的問題 那麼如果政府呢 政府的主要職責就是 Serve and protect 要保護跟Serve 政府沒有這種職責 而且沒有這種權利來傷害市民 所以我認為呢 政府來說呢 開這些這個 這個時候吸毒中心 對我來講是不可思議的 這個不是政府該做的事 政府該做是救他 為什麼這些資源 不來做醫療中心救他們呢 這是整個是 這個是本末導致的事情 像我自己因為看到這個情況 我們跟幾個朋友 我們自己合資了 我們開了一個 實際上現在已經有三個 各個我們有合作的這種 醫療所 醫療所 要來幫這些人 就是說治療他們的這些 酒飲毒飲的這些問題 但是想不到我們在 開的這個路程之中 困難重重 我們的點呢 其中有一個點 花了兩年時間 才達到執照 當然在COVID這個疫情方面呢 可能因為這樣的 他的手續有點慢 可是我們的理想 只是想救人而已 對 那你為什麼在毒品的這種 讓人家吸毒的中心 你這麼容易 而且有資源 我們這個要救人的這個中心呢 反而得不到資源之外 又重重關卡 你就可以看到執政者 他們的心 他實際上 他的出發點是錯誤 而且他的那個政策呢 是把這個社會做得更亂 而不是做得更好 是 我也覺得就是 毒品就是一個 社會二項一個來源 然後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我們的執政者 我再提出一個很 就是說這是根據那個 縣警長他的那個報告 OK 對 就在過去的十年 就說十年 二十年當中呢 你看遊民啊 跟吸毒人家的人口 暴增多少 可能十倍不止 嗯 那你現在呢 在加州州政府 啊 跟地方政府 給他的唯一辦法 就是多蓋房子 多的資源 食物給他們 但是你看到 越多資源給他的時候 他的這種人 人口就暴增的越多 到現在已經沒辦法控制 你如果到蘇晨基市 城中心的話 隨時都可以看到 數千甚至上萬的遊民 他已經把整個城市 基本上佔你了 那麼呢 你再繼續丟錢下去 所以我們沒有愛心 繼續丟錢下去 他的結果可以看到 因為在過去這麼多的歷史 他只會變得更糟 所以他這個方法 必須要做一個大的調整 這些資源呢 當然我們要照顧他們的 最基本的需求 但是這些資源 最多應該要用在 在治療他們的上面 因為你政府一直給 incentive的話 就是讓他 就是讓這個 這樣子的人成長 越來越多 政府如果鼓勵 創業 然後鼓勵 讓每一個人獨立 然後當老闆的話 老闆就會越來越多的 感覺 概念 那 說到這個東西 現在的這個就業率 非常非常的低迷 然後全美國 都是這個樣子 然後很多年輕人 他寧願領政府的補助 然後他也不想要去工作 你對於這樣子的 東西你有沒有什麼 解決方案 或是你是怎麼樣看 是的當然對我們 對有需要的人 需要受到照顧的人 真正的 不能夠上班的 我們當然要照顧他們 這是一個社會的責任 但是那些人能夠上班的話 能夠有自己有能力的 我覺得政府就不應該 因為這是其他人納稅的錢 在美國有個俗語叫做 Rod Peter to pay Paul 你搶了一個人的錢以後 到了另外一個人的口袋 那現在下場怎麼樣 可是呢你如果這樣做的話 那第一個人被搶了錢以後 他也是幹一樣的事 請問你你這個錢 經濟從何而來 我們經濟是必須要努力 我們的努力 有這種經濟能力 然後去起來以後呢 才能夠有這個資源 去幫助這些需要幫助的人 對如果說 一直在抽稅的話 這個社會的經濟也會崩盤的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關於到經濟崩盤 我們現在的通貨膨脹 史上最嚴重 我們的油價超級高 我們現在 你剛剛也講到就是買奶粉 買雞蛋啊 買雞蛋啊 都已經爆表了 對於這個東西 身為國 當你進入國會了之後 你可以有什麼解決的方案嗎 還是 你現在就有什麼想法 要去面對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東西真的是會讓 美國更兩極化 然後讓整個美國 亂起來的一個議題 是的 我現在跟大家打個比方 像現在的油價呢 很直接的就是因為 聯邦政策的影響 導致油價上升 再加上加州的這個稅收的高 在油價上面 所以呢加州的油價 基本上是全美國最高的 所以這個是由政策上面 我們可以處理 我們這些資源的話 我們必須要獨立自主 現在呢我們還是 需要用到這些油 那麼不能夠從國內 用國內的資源的話 我們還是從國外去買 國外去買的話 就受到很多的這個 國際的情勢 這種 就是說 currency exchange 這種整個這個大環境的影響 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口號 大家說要綠化綠化 對不對 綠化是什麼概念 如果說每一個人 花一點時間去想想看 如果說真的有綠化 這麼多科技的話 我們就不會資源短缺了 所以很多時候 他們打的口號是綠化綠化 是根本我們科技不到 或說他的是 根本沒有這些資源 只是口號打的話 實際上是實行是 至少現在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呢 大家看清楚 不要說綠化 我們支持支持綠化 然後呢 我相信在其他國家的話 你也可以看到 這種這種例子 是比比皆是 就是 你就這個政策出來以後 這個後續 沒辦法跟上的時候 大家就受苦了 現在我們連加州 連水都沒有 但這個事情的話 我們本來就要 幾十年前就開始做 到現在 你還看不到 執政者開始做 什麼時候要做呢 水不會越來越多 現在我們資源這個 至少短期內 我們看到這個情形 所以基礎建設 必須建設好 綠化 我並不反對 但是你基礎建設 都做不好的話 你口號最好不要打 對呀 感覺就是好像 We voted no for Green New Deal But we got it anyway 的那種感覺 好 感謝秦市長今天來我們節目 真的是讓我們知道了很多 你未來的方向 然後還有為什麼我們要來投票給你 然後讓你真的是把你送到國會去 代表我們發出我們想要的聲音 讓聯邦的政府知道 秦市長還有問什麼東西想要跟我們的觀眾說的 當然我就說這次是呢 這次我們剛投完票 非常感謝大家的幫忙 但是這個這次的投票率還是稍微嫌低 希望大家呢 關心政治 關心政治 並不是為了某個候選人 或是某些議題 這是關心你自己 你的長輩 你的下一代 如果說你不關心的話 現在大家可以嘗到 受害就是你自己 治安 經濟 跟我們教育 對我們每天生活息息相關的 我希望你對自己呢 也自己對自己愛護一點 來參與政治 之後如果有任何這個熱點話題的話 我們還有機會邀請你來上我們節目嗎 好我非常歡迎 能夠在這邊跟大家講解一下 就是說有一些在外面人可能看不到一些政治上的議題吧 OK好 感謝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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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